人人一住鄉不多也不少 信徒虔誠拜拜 元帥府與三鄉國王府 信眾絡繹不絕 就連小朋友也跟著奶奶虔誠跪拜 乖乖 乖乖不要這麼吵 燒香燒金紙一直以來 都是台灣重要的傳統文化 從廟宇到家家戶戶 信仰無所不在 近年來環保儀式抬頭 減鄉減爐成了趨勢 而又昌元帥府與三鄉國王府 早在50多年前就已經推行 禁燒金紙 空氣品質變好 信眾都相當有感 因為你燒金 噴噴噴空氣的污染 天上的人家金 不會這樣黑白白 對不對 是不是我們每位 每個都這樣 都說人家金要黑白白 現在空氣污染 尤其是 現在武漢肺炎對不對 都要保持環境 你覺得不是金對環境嗎 很好這樣很好 我們拔的優雄 我們生很多 我們做生理的優雄 我們拔的優雄 我們拔的優雄就熟吃 歷史悠久的優昌元帥府 與三鄉國王府 信眾頗多 槍火鼎盛 不僅廟宇建築 保有傳統膠紙陶 與石雕藝術之美 就連環保意識也倡議得相當早 早在民國五十三年 就已經禁止焚燒禁止 環保育師 民眾也覺得這樣 感覺像怪怪的 沒有收金 沒有葡萄 大家覺得心來 也覺得 會不會生的安 但是 久來 大家都平安順序 這個文化 就一定延續到這樣 還是 我相信這也 應該是前台所利 信徒到佑昌元帥府 與山昌國王府 早已經習慣鮮花素果取代三生 和禁止焚燒禁止 環保育師抬頭 對於空氣品質的維護 信眾紛紛表示贊同 也認為這對空氣品質的改善 有所注意 記者 吳秉原 曾志遠 高雄報導